当歌手被贴脸开大 有人被潮拉垮 有人却成了笑话 张艺兴带新女团上节目 被媒体贴脸追问 经常说想要带柳华音乐走向世界 想问一下你这一份信心是来自哪里 这个其实不是信心啊 只是那个时候年少轻狂 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有五六年了 现在走到哪个阶段了 要说贴脸开大 还得是你们音乐人会玩 怎么一觉醒来 全网都在dis泄地 起因是2024新说唱海选录制 选手诺米惨遭淘汰 回去气不过直接写歌dis评委谢地 结果因为歌词太过魔性 还直接成了谢地本人的应援曲 更好笑的是诺米直播在线辟谣 他是真的在dis 并不是想让谢地带他去迪士尼 他真的要带我去迪士尼吗 但是我是dis你的哥 还有最近被疯狂贴脸开大的陈建斌老师 这不在电影草木人间宣传活动上 著名翻唱博主奶茶小飞仔 现场贴脸开大陈建斌 蒋青琴夫妇 让不少网友发现 四郎原来是真人配音 不是AI玩梗 真人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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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多一点点 一直去盼望路路间 想许你也青春多一点点 到现在提醒你我早点 我请关谁敢闯 胡彦斌简直快要被粉丝玩坏了 之前胡彦斌表演从不唱月光 粉丝起哄说他不敢唱 还说明明原唱还在 歌阙已经成绝唱了 结果这次演唱会 他唱了月光 网友又来贴脸开大 月光现场的评论区 全是粉丝的亲切问候 我要是胡彦斌心都已经碎了 我请关谁敢闯 我宁愿是你悲凉 MISS PRETTY 你回答我呀 你回答我 MISS PRETTY 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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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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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慕子以柳州人的身份 主动申请暴改苏醒的MISS PRETTY 网友听完直呼想把他清除柳州 因为我是那个广西柳州的柳州人 所以杉哥这块还是有一点东西的在里面 刚刚杭哥问我说介不介意别人暴改 我真的是不介意 但是这个版本能销毁吗 咱说你暴改就暴改 还把原唱带跑偏了是个什么意思 这部赵露丝在火星情报局现场唱 薛之谦的火星人来过 三句两句就把薛之谦给整不会了 还要旁边的金志文提醒找掉 气得薛之谦当场发飙 我在听人说他曾来过 等一下 我就知道 OK了 我练了很久 我帮他唱前面 我在我在听新闻 真的没找到 OK 得唱 我的歌要你教我 还有不怕事的孟子逸 当着薛之谦面唱他的歌 把老薛唱的一唱一个不知声 我要的爱爱爱爱 触摸在七个一片的舞台 你接 我们接不下 平家那还得是王鹤蒂 没想到一句玩梗儿的嘚嘚嘚 竟然真的变成了舞台上的惊艳暴改 咱就说跨年那天 谁能不被这首屋顶着火 一整个震撼住了 天海容易反错 屋顶会着火 嘚嘚嘚嘚 都说官方玩梗最致命 明星玩起自己的梗也是丝毫不手软 爆笑场面一度失控 想深情跟花花和唱一首歌 我想唱一点那种乖乖的歌 就是你异常那种 要说感那还得黄明浩 当着黄晓明的面唱闹台套 那不辜负大家 我觉得我还 你把这哦说出来 往后余生怎么办啊 晓明哥这一段只要录完之后 低下就疯了 全是你了 我不要你觉得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我觉得 老天虫 老天虫 我不happy 我不happy 老友相聚总归是要来点共同回忆 这部我们杨幂 谢依林带领的小时代组疯狂上分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她是在现实里 从今以后 到我的人生一样 到我的人生一样 唐海柔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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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盼着该终偶遇送中的他 要说完梗 还得是你们零零后会整活 马佳琪前一句刚说完 娜姐像妈妈一样 结果立马就反应过来你妈梗了 娜姐可像我妈一样 子女 子女 你再跟她一样 真的你妈 你妈 哦 你这 你这 你妈 你妈跟我差不多大吗 你happy 我不happy 现在年轻人 真是会表达 他们真的是 敢于表达 哈哈哈哈 哎 我都知道 我看你们能不能别太吵了吗 哈哈哈哈 I'm happy 我不happy 当着汪苏龙面唱三巡宝藏 就连他本人都没眼看 为什么我这个按掉了 这世界中有人在茫茫落落寻宝藏 为什么我这个按掉了 这世界中有人在茫茫落落寻宝藏 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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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的寻宝藏 只是想有人在门口的寻宝藏 哦 哦 哦 有没有 放个图室 当然也少不了闲眼包范澄澄 这是什么戏男友来的 虾戏 虾戏男友 嗯 说说你这个人很瞎是吗 不是 就是说看身材又高又瘦 穿的又帅 一抬头 是你的 嗯 脸不女 吃啥不都得把头白了吗 哈哈哈哈 这时候的我我都不提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哪个这个吗 回去自己看我的视频吧 下戏男友 啊 哎 哎 还有你是懂对人的徐明浩 19 19 崇晗 你当时不在台下 在台下 但你们是不是在台上其实没有感觉到那么奇怪 我当没有感觉到很奇怪 因为没注意到你 因为没注意到你 我 他没 哈哈 别看杨幂自己唱歌很一般 学起别人来倒还挺像 想爱的伸手的 放手高跟鞋 放手高跟鞋 还有白露这一声口哨 直接吹出了整个盛夏 哇 她的嘴唇真的好厚 那感觉她这个嘴唇的样子像你吹口哨 我不会吹口哨怎么办 哩哩 哩 这么会 吹气球也不会 吹口哨也不会 不吃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哪鱼不踢 不开 你哪鱼 哈哈哈哈 哪鱼不开 你哪鱼 哈哈哈哈哈哈 梗还是当着本人面玩才最有杀伤力 我特想跟你证实一个问题 你这攻打城门真吃纸了 你这肯定是任务 不是啊 真不是啊 不就是纯好奇 你这种经历确实人一般很少有 一般很少有 范诚诚你也有今天 尴尬都快一出屏幕了 这个人设是公司著名冷都男 冷都男是什么 冷都男这个词应该很好理解吧 我该怎么向你解释什么 冷都男这个词应该很好理解吧 冷都男这个词应该很好理解吧 冷都男的 什么叫个人战啊 个人战这三个词还是很好理解的吧 个人战 什么叫个人战 这个要怎么给你解释什么叫个人战呢 闪衣纯和毛不易这对好友 有种明天不在娱乐圈混了的自由感 bleeyor 金钧在云之渔里 现场还原欧鸿鸣场面 就想问鱼 movements 是怎么能憋着不孝的 我来借我卫国门的妻子 怎么了 我来 空耳大师宋茜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要不要给你们编了吗 就给他编一段20秒的 20转给你一表演 20秒的 这耳朵咋的了 你真空耳大师 一个人玩耳朵 讲书在哪里 讲书在这 讲书在哪里 在这里 讲书在这里 讲书在哪 在这里 徐志胜 杨迪俩人聊天 互相都藏着800个心眼 我见过志胜的衣服 在哪 冲碗 哪里冲碗 中央电视台 一分钟的那个投口秀吧 你春晚下来以后 聊过春晚的话题吗 在节目中 没聊的话在这开启吧 忽然吃得这么忙 就是要真的从这睡到天亮 不是说拍完就走了 不是不是 不能玩真的 你把我们节目当做那种 假装入眠玩 然后就咔全部回酒店 是不是 哎 哥哥 你说那种 节目是什么节目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思诚怎么也没想到 会被网友当面调侃 一瞬间脸都绿了 和飞这个角色融合的时候 是有做一些什么功课吗 观察的对象啊 例如陈道之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如今的蔡徐坤 算得上是顶流了吧 但她最初圈的 竟是五年前出道时 一段打篮球的自我介绍 全网的鬼畜狂潮 还衍生出不同版本 而蔡徐坤是一脸无奈 打不过也只能加入了 甚至主动Q起穿背带打篮球 前我都是穿背带裤打篮球的 现在你让我穿背带裤 踢足球了 你干嘛 要说蔡徐坤是鬼畜名场面 咱成龙大哥就是自带BGM 没拍广告的成龙出场就是帅 而拍了广告的成龙 那个头发 以前的年轻人 看见我都说 哇 成龙那个跳灯跳楼 哇 那个警察故事那个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 那个不是洗头 那个吗 啊 该说不说 真的该说不说 看了这么多翻拍 也没有刘敏涛的红色高跟鞋 让人上头 就气质这一块 咱涛姐是拿捏得死死的 也只有这个男人 说出这句话 不会挨打了吧 你们都很爽 你们是真爽 其实我觉得只要买个云南半药就OK了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过去的黄小明开口就是霸道总裁 我觉得 再看看现在的黄小明 我不用我觉得你觉得就好 小明哥 你觉得 送的拍黄瓜装在这个碗里会太小吗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你觉得要多少就多少 这是属于你的黄瓜 虽说这穷叉叉组合是被迫组队 但玩起自己梗也丝毫不手软 笑得我头要掉 陈学东的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好笑程度是听一遍笑一遍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 多拉A梦可以随意狗仔时光的倒退 而我们呢 怎么不算呢